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有同學說可不可以自己做範本嗎 事實上它的那個應該比較不叫範本 而是什麼 區塊的一個 頁面 也就是說 你看我現在先回到首頁裡面好了 我先回到最外面 這一頁 從上面這裡 切換不同頁面 點過來 有沒有 我可以切換過來 你如果不要它的網站標題 是Home的話 你可以改 可以打中文 可以打中文 但是呢 首頁基本上是一定要叫 INDEX 或DIFOR 但是我們一般它在裡面都是叫INDEX 那我在這邊如果說 你覺得 我已經改成這個區塊 比如說我這個區塊我改過了 那這個比較符合我後面的需求 你可以按右上角這裡 在這個地方 我們剛剛這是調整區塊的順序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一個這樣子 它不是下載的 它是儲存你自己的區塊設定 因為呢 我們剛剛是不是都從右手邊這裡 是不是自己找 對不對 可是它都是預設 如果你要做成跟這個一樣的 比如說你有改過了 那你是不是要再自己改一次 所以不用那麼麻煩 你可以把你用過的就把它儲存起來 這樣就是你自己制定的 這樣了解了嗎 那麼下次呢 我就可以從這邊 叫出來 你看喔 我按一下加號 我來這邊 你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分 不同的 show all 布景主題 擴充的 跟使用者制定的 我現在在使用者制定的 這邊我只要點一下 請問他有沒有加進來了 所以如果你有自己 想要的一個排版方式 你都已經調整好了 你就把它存起來 就OK了 這樣就可以直接拿來用 這個是 針對這個部分跟各位說明一下 再來就是 這家公司倒了 你的心血不就沒了 沒有呢 不會啊 應該還好啊 因為這是個軟體 對不對 所以你就算沒有連上網路 還是可以用啊 也就是說你的專案留著 軟體留著 管是可以打開 可是當然啦 他一進去是有一個登錄的動作 如果說他真的連登錄都不行 那當然 這個 我看一下 登錄不行 應該可以改 還是可以改 我記得 你可以試一下啦 我印象中 你還是專案可以打開 只是變成你的一些 其他上面那些擴充功能 你要再載入 可能就沒有 這樣了解 因為他這個做出來 其實是靜態網頁 靜態網頁 所以他並沒有任何的 SERVER端的 服務 除了我們剛剛講那個 表單部分以外 因為表單你要寄出要透過他們沒有SERVER 那其他的部分 基本上都是一般的網頁 所以你用這個做完了 你可以用 標準的網頁編輯軟體 比如說有些人喜歡用Zoomweaver 有些人喜歡用VV 對不對 你都可以用那個去改 當然你改完就沒辦法用這個軟體打開 就這樣 但是他都是標準的網頁 這樣了解 OK 然後 看一下還有什麼問題 怎麼增加連結項目在這裡 底加 上面上面上面 這裡 你如果要增加你就點任一個地方 有沒有 任一個選單 在選單的上面 這裡是不是有增加 按一個 有沒有再增加一個 但是呢 如果你要增加次選單 他這邊 你要調整順序可以往左邊往右邊 來這裡 有沒有往左邊往右邊 你如果要增加次選單要看範本 有的可以增加有的不行 有沒有這裡有 還有submenu 這就是次選單 這樣有沒有次選單 他如果還要次選單 還要次選單 還要繼續下去嗎 應該不用的嘛 只是他的圖示你要看清楚 但是有的範本沒有資源 所以要稍微留意一下 我們可以增加中 我們可以增加 是 我們可以增加 我們可以增加